有没有人告诉我 金木到底啥时候换的衣服啊 今天给大家看下 BW出品的金木炎 老规矩 先看我最关心的面调 面着头没毛病 头发锐度也很高 根根分明 但要看看有没有磕到 罗头就相当经典了 真的太帅了 也许元素地台 各种细节拉满 蜈蚣 笔案的话 椅子的碎片 壁虎的面具和钳子等等 要素过多 看得出是花了不少心思 赫子的做工非常不错 从颜色到这种 练乎乎光滑的感觉 都很到位 而且连装位都是这么粗的 另外衣服和裤子的纹理 也很夸张 不过我喜欢 手脚也做出了 营养不良的感觉 作为工作室的第一款 作品来说 这样的品控 真的可以啦 后续他们家 还有不少金木的企划 椅子这个造型 我是真的喜欢 要是BW早点开 我也不至于去买个蓝池 最后有没有人告诉我 金木到底是啥时候换衣服的 啊